大家好,春天到了 我想我应该要录一个很春天的Vlog 我把最近的一些生活碎片剪到了一起 其实春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这个片头我很喜欢 听说这个动作可以缓解焦虑 但是当我焦虑的时候做这个动作 就很像一只焦虑的老母鸡 疫情让整个地球都在焦虑 地球能不能学一下这个动作 一个无聊的Vlog都是从早上开始的 今天早上教大家做一个便携式的燕麦拿铁 我买了燕麦奶和咖啡浓缩液 两者混合使劲摇晃一下 就可以变成好喝的燕麦拿铁了 而且不用洗杯子 这个是我买的芋头条 蒸一蒸就很好吃 甜玉米也很甜 我准备出了 那副咖啡色的拳套是我的第一副拳套 但是它太薄了 打起来手很疼 然后我又买了一副绿色的 差声闻居多 说的就是我 教练说我只要坚持在上个二十节四教课 我就可以练成铁拳了 我好像对于练成铁拳这件事情的兴趣 高过了练拳机本身的乐趣 第二个字 因为每天都在喝咖啡 我感觉我的牙齿有点黄了 今天去美白一下牙齿 我看上次发这张照片的时候 有人问不会流口水吗 我想告诉你 会 甚至还会拉丝 好久都没有逛超市了 这个虾仁好大呀 最近也很喜欢吃这个芝士 热量不高 而且上面那只牛 长得好像我呀 本来想当一伙美女 可是这个风大的快要把我送走了 买了一些吃的去朋友家 王子卫居然是这种挂丽美女 大家都很少了 她做了一桌子菜 这是今天唯一的蔬菜 吃蔬菜吗 吃蔬菜 吃蔬菜 这没有什么蔬菜啊 为了啥 这个零食你们小时候吃过吗 在电视上看温小文的Vlog 大家一起让她射死 好的 开心 拆几件今年的生日礼物 第一个是一块滑板的板 如果我想使用它 我得把其他的配件都配齐 送礼物的人说我可以给她插几根棍子 当板凳用 第二个是一块针织手表 送这个礼物的人去年送了我一顶帽子 他说这两个礼物是同系列的 可是这个帽子的两个耳朵 戴起来的时候无法直立 经常容易搭了下去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戴这个帽子出门 我只能在衣柜里带她 第三个礼物 很好 是一台索尼的DV 第四个礼物是一个面包灯 很可爱 我很喜欢 谢谢各位送我礼物 今年的春天迎来了稻春寒 居然下雪了 下完这场雪 天气就要暖和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大雁成群结队的飞回来了 谢谢春天回来了 拜拜